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老外看台湾 我是郝一博 打破世界纪录 不只有运动员或是其他非常厉害的人才能办到 透过一些活动 一般人也有机会成为世界纪录的保持人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看看台湾有哪些有趣的世界纪录 首先第一个是食物 在世界各地都一样 食物可能是最常见的金氏世界纪录之一 台湾曾经做过最长的蛋糕卷 最长的全亭堡 最大的凤梨酥 最大的昂姑柜 最大的霸丸 最大的控肉饭 还有最大的鸡肉饭等等 不过我觉得最特别的是这个 2011年台北同时挑战了两项金氏纪录 最大的臭豆腐罐头 以及最多人一起吃臭豆腐 当天总共有1200多人一起把这个超过1000公斤的臭豆腐给吃光 我觉得这个纪录的竞争对手一定比较少 因为西方国家的老外们可能比较不会尝试这个 第二个是世界最长的脸珠炮 2007年台南的盐水 对就是把放风炮弄得很像Darf Punk的那个地方 他们花了半年的时间计划 最后成功完成了13公里的脸珠炮 不过根据资料显示 这项记录最终因长度难以认定 并没有被认可 目前仍有西班牙保持11公里的世界记录 我觉得它虽然没有最新一级007打破爆破记录那么惊人 但真的非常不容易 希望他们下次能成功 另外这个我觉得也蛮难的 2012年端午节 新竹市政府号召了5000多个民众一起立蛋 最后成功立起4200多颗 成功打破记录 台湾也创下了几项和乐器有关的金饰记录 包括最多人一起吹萨克斯风 吹陶笛 还有演奏环保股 最多人一起拉小提琴等等 棒球是台湾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 今年5月在台中洲际棒球场的比赛上 观众们也以9分多钟的波浪舞 打破了之前荷兰7分多钟的金饰记录 另外台湾也曾经在2011年 以大约2500人连续2分钟摇呼拉圈不中断 创下世界记录 不过这个记录在2013年被泰国以4400多人摇7分钟不中断 台湾的成绩打破老实说那么多人连续摇7分钟真的还蛮厉害的 不过没有关系台湾还有最多人拖球 最多人抛街扯铃 最多人武师以及世界最长花车的记录 对这是真人无公正 接下来这个记录的现场一定非常有趣 2002年台北市双胞胎协会在中山堂找来了806对一轮双生的龙凤胎 创造了世界记录 另外新北市的秀朗国小在1985年曾经创下 金氏记录成为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小学 2011年台湾的生育率只有0.91也创下世界第一 第七个是和历史有关的数据 根据报道显示台湾当年的戒严令从1949年一路实施 到1987年是世界上实施最久的戒严令 另外1958年的823炮战在金门岛上平均每平方公里落弹 3100多发创下世界战时中落弹密度最高的记录 接着是我们介绍过的沃湖藏龙 他也创下了两项记录 一个是获得最多提名的奥斯卡外语片 另一个是唯一一部票房破译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我觉得这个也蛮有意思的 台湾的专业泡泡表演者苏仲泰在2012年 打破了维持11年的千层泰泡泡记录 大家看看他表演的影片是不是蛮厉害的 最后一个是我觉得比较特别的金饰记录 包括最多人一起穿木机 还有2008年台湾观光局为了推广台湾是亚洲最佳保健旅游地 安排了1000多人同时接受脚底按摩 不过我觉得最奇怪的是这个 2013年台北有1200多人同时敷面膜10分钟 打破了美国之前的记录 不过这个记录已经在今年被中国打破 看起来这好像是一个竞争 非常激烈的世界记录项目 好的 以上就是我们帮大家整理的有趣世界记录 大家觉得如何 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们台湾还有哪些有趣的世界记录 好的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这次要和7-11合作拍环岛影片 我们的摄影师还不知道 我来给他一个惊喜 Alan Hey what's up Hold this 我们要去台湾了 Wait what 今天晚上 What are we doing 我们要缓挡 What 走吧